結婚12年她的家暴行為 一直到離婚這14年當中 她的不斷的家暴行為 可是我覺得說 母親瘋愛小孩這個部分 是天津第一的 那一次她的咆哮辱罵 我就不想要再隱人了 我說你齁 我現在開始會把你的電話封出 你最後一條線你會斷掉 所以你現在再威脅我就對了 我沒有再威脅你啊 因為要不要把你封鎖 那是我可以協定的權利啊 你一定是喔 你說對我而已 你是陌生人欸 一句陌生人道盡彼此關係 這是一對離婚14年的夫妻 為了探視孩子的對話 而暴怒咆哮的人是人民保姆 那麼多不斷的兒子 是不是有了 你怎麼會在家裡 有了 協議書上呢 我這邊可以學習看視兩個小孩 假日呢 我也有一半的時間 可以在小孩出遊 可是在96年 1月13號離婚之後呢 我平平遭到他們家 長輩的組長 改版的組長我去看視小孩 為了小孩探視權夫妻好聚不能好散 爭吵互告已經14年 重提傷心往事 前期說都是因為陳良豪的不斷抱負 逼得他不得不出面控訴 我女人是PGIO啦 我女人是PGIO 問題是為什麼你要阻擋我跟小孩接觸呢 見小孩不行 你不要是不是跟我搶我的啦 我沒有啦 他們會不斷貫出小孩說 媽媽都沒有照顧你啊 既然說是爸爸提離婚的 那媽媽可以不要答應啊 媽媽答應了就代表是媽媽狠心 媽媽不要你們 媽媽不要這個家 如果媽媽不答應 其實這個家就還在 前妻回想當初他之所以決定離婚 是飽受家暴多年曾經申請保護令 請問這12年呢 其實都常常會因為一些 莫名他的情緒失控 那會對我做出一些 家暴的小孩申請便宜的路 這些狀況呢其實不斷的發生 所以呢他也曾經嫌悟鬼過給我 他自己也提到說 他對我發了大提氣 那他自己也不知道說 為什麼會將英文而起這些大提氣的原因 那甚至他也保證說 他不會再續前幾次的路 這個也是他自己後來 心底寫給我的一個粉末書 先毀過書的和電話裡咆哮的 似乎判若兩人 前妻心碎表示 陳良好離婚後 兩人為了孩子撕破臉 動作不斷 陳姓警官呢 於是就對我打開 後面一系列的 民事 行事的一個意料 補养費的一個 囚察 還有 永職罪 刑案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 妨礙明據 然後還有 偉告文書 亂辭法 家暴法 事業的刑案 他的目的其實就是在報復 前妻懷疑陳良好吃醋 是拒絕母子見面的原因之一 為了兒子女兒 他不惜讓家醜外洋 投訴警政署 結果讓我很錯愕的是 他們的保育總隊 侯隊長埋電 也是要再一次的 避重就輕 針對陳姓警官的一個 咆哮不罵三字鼓勵的錄影檔 他認為說 這是他的私領域 不是在他的上班時間 清官難斷家務事 為了探視權 投訴人鬧上媒體版面 決定繼續抗爭 我真的身為一個媽媽 我真的只是要疼愛小孩 就像我跟他說了 你為什麼要剝奪小孩 為一個媽媽疼愛小孩的一個權利 突發中心 我覺得我真的喜歡 報道 會不會 不會 會不會 好 可能 會不會